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電影導師說 我是Dev 我是Elle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去看 《自有梅根》這部非常迷藝的電影 這部電影簡單來說呢 就是女主角發明了一種人工智慧機器人 然後她希望這個人工智慧機器人呢 能夠幫助她照顧她的子女 結果到頭來這個人工智慧機器人 反而可以追殺所有想要傷害她子女的人 甚至是女主角她自己 但是這種人工智慧機器人追殺人類 或者是失控的事情是真的可能發生嗎 難道我們人類沒有一種方法 可以去預防或是阻止之類的事情的發生嗎 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這個主題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也跟我們一樣超愛電影 然後超喜歡聊電影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們分享你的想法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更多的朋友喔 其實好萊塢裡面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機器人題材的電影 最常看到的通常都是 機器人殺人或者機器人失控的電影 像是詹姆斯凱麥隆的魔鬼終結者 那就是講一個未來的機器人 想要回到現在去殺了未來的救世主的故事 復仇者聯盟2 奧創想要殺掉整個復仇者聯盟的故事 或是比較經典的電影 2001太空漫遊 這也是在太空船裡面的機器人 想要試圖殺掉太空船裡面的人類 大家真的很怕人工智慧 對 你為什麼 其實真正的原因 應該大家都很明瞭 就是人類知道機器人 有可能會比人類更加強大 更加有事 跟我們上一集講的駭客任務 有關係 對對對對 一樣的概念就是 機器人被發明出來之後 勢必會比人類更強大 那最諷刺的點是在於說 人類還想要試圖去統治這些比自己強大的生物 其實這概念就很像是西遊記 你想想看西遊記裡面的唐僧跟孫悟空的關係 孫悟空是一個很強大的妖精 然後唐僧這樣他只是一個一般的人類 唐僧如果想要控制諸孫悟空怎麼辦 用緊箍咒 對就是用緊箍咒 所以人類也想要找到像是唐僧一般的緊箍咒 套用在機器人上面 而且這件事情呢不只是科幻學家或者是電影自己在討論而已 就連現在的科學家都不斷在想 到底有沒有一些明確的規則或者說完全的守則 可以控制住這些機器人 感覺現在已經開始進入了人工智慧的時代了 就不是已經有很多人工智慧已經開始出來了嗎 嗯 對 像前陣子很有名的就是Sophia Sophia就是一個非常像人的一個機器人 而且他現在也可以自由的行動 而且他超級像人造意識裡面那個女生的 對對對 設計完全相同 而且你不覺得Sophia的表情 Sophia還是Sophia Sophia吧好像是Sophia 反正那個人工智慧的表情 很像是有梅根裡面 就是臉部失控的表情 就是他不那麼自然 對 那其實從很早很早之前 人類就已經在尋找 到底有沒有一種規則或一種法則 能夠完完全全的控制機器人 不要讓他們失控 那最有名的呢 就是艾希莫夫的三大機器人法則 在講艾希莫夫的三大機器人法則之前 我們先來聊聊艾希莫夫是怎麼樣的一號人物好了 艾希莫夫最廣為人知的身份呢 就是科幻作家 那其實除了科幻作家這個身份以外 他還有一個身份就是 科學家 科學界 或者科幻界有一句話是這樣形容艾希莫夫的 如果今天有一個問題 艾希莫夫他不知道答案 那就也不需要去查大英百科全書了 因為他也不會有答案 什麼意思 就是艾希莫夫的知識已經淵薄到 比連大英百科全書都比不上了 所以他是什麼類型的科學家 應該不是說什麼類型的科學家 圖書館裡面的每一種分類 都可以找得到他的書 你是說他也有可能在生物學 然後也有可能在機械學 然後也有可能在物理學 對 化學 從歷史到太空到心理學都有他的足跡 那文學呢 文學也有 對 因為他科幻作品對不對 對啊 而且很有趣的一點是 其實艾希莫夫他不太會英文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他發的一些書都被推薦 因為文筆不夠好 直到後面開始寫起一些短篇的小說 這時候才慢慢的有出版社願意去出他的書 久而久之呢 這些文筆不順就變成他的一種代名詞 就是如果沒有這麼不順的一些文章 或者那麼不順的一些劇法的話 就好像不是艾希莫夫 哇 還有這種做法 這也太逆天的能力了吧 這像不像是我們之前講過Cyberpunk的那個作者 William Gibson 因為William Gibson的小說 也是很難懂他的詞彙到底在寫什麼 嗯 其實我覺得可能科幻學家都有點乖乖的 哈哈 欸什麼意思 哈哈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可能有很多的創意 但是呢他們的文學造詣沒有那麼好 那此外呢 艾希莫夫也是造就了今天我們的科學家 或者說在大學裡面有機器人學這門學科 就是因為有艾希莫夫他所出的那些科幻小說 還有他所做的那些研究 讓機器人學成為一個專業的科目 所以他很多作品都是關於機器人的嗎 對他有很多作品都是關於機器人 而且都是短篇 所以我蠻推薦大家如果有空有一點時間 然後可以去看看艾希莫夫的機器人小說 因為他每一篇的篇幅都沒有很長 最後有被集合一個種機這樣子 可是他文筆很差 對但是文筆很差 大家自己要自己融會貫通一點 然後到了後來美國眾議院 還甚至把每年的四月的第二週定為機器人週 就是為了致敬艾希莫夫 蘇莉他本身就是機器人 所以他其實不是英文不好 是因為他是機器人 他本身就是魔鬼終結者 然後他從未來回到現在 然後寫了很多跟機器人有關的東西 然後讓人類開始學會機器人這一門科學 然後再去發明機器人 然後最後就成為了艾希莫夫 然後再回到現在 再去發生一樣的事情 哦 所以魔鬼終結者不是亂寫的 對 那艾希莫夫的三大機器人法則到底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這三大法則就是 機器人不能去傷害人類 或者看著人類受到傷害 第二點呢 就是在不違反第一定律的狀況下呢 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 第三點 在不違反第一和第二定律的情況下呢 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 艾希莫夫他自己在解釋這三點的時候 就說到 這其實非常直觀 你把機器人改成工具去看待的話 那簡單來說就是這三個事情 第一個 工具不能拿來傷害人 第二個 在不會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使用工具 第三個 在不會傷害到他人且正常使用的情況下 這個工具能夠使用的很持久耐用 對就跟機器人三大法則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你把工具替換成機器人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三大法則 可是機器人是工具嗎 這就是一個 自古以來一直在討論的問題 到底機器人偏向是人還是偏向技術 在艾希莫夫的三大定律裡面 我覺得他比較偏向是以人去定義他 不是以工具 艾希莫夫可能希望大家可以更懂 為什麼有這三大定律 所以以工具去舉例 而且很有趣的一點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個三大定律是艾希莫夫提出的 其實並不是 其實艾希莫夫在訪談的時候有提到 這三大定律不是他開始講的 而是有一個他的起謀老師 叫做約翰坎貝爾 他是一個驚悚科幻小說家 他就看完了說艾希莫夫的機器人故事之後 就發現艾希莫夫在寫機器人故事的時候 有三大法則 那這三大法則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那個三大法則 而從此呢艾希莫夫就開始使用起那三大法則 從那以後所有的機器人的故事也開始參考起這三大法則 而不再只是科學怪人式的機器人故事 其實那時候我們想聊科學怪人也是因為說 想要聊這個機器人三大定律嘛 因為其實科學怪人就有點類似於人工智慧 他也是人造人 然後人們也是對於科學怪人感到很恐懼 很害怕 而觀念點也是在說 機器人的故事跟科學怪人的故事其實很雷同 大家那時候其實也蠻厭峻那樣子的故事 那是自從有這個三大法則之後 機器人的故事就不再那麼簡單 就是更多的深度更加的複雜 我突然想一個題外話 你知道其實這個三大法則出來之後啊 除了科學怪還有電影不斷在使用之外 其實就連戲谷啊 曾經聽說過有面試官在問面試者說 你知不知道艾希莫夫的三大法則是哪三大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你就被刷掉了 What? 為什麼啊?為什麼會想問這一題? 有很多開發機器人或人工智慧的科技公司 他們當然更需要找到一個適用的法則 在他們創造的機器人上面啊 那不然就一定會發生像自由美根這類的情況吧 哦對也是跟科技倫理有關係嘛 對如果你一個工程師都不理解這種專業倫理的話 那你怎麼能夠去創造出一個 為人類創造更好福祉的機器人呢 合理吧 因為我之前也從來沒有聽過什麼叫做 機器人三大法則 可是知道有一次我跟一群也是創作科幻的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有聊到說 欸這個作品也是在講什麼機器人三大法則 其實那時候我完全聽不懂 然後我就默默的記下來然後回去查 才知道說 哇原來有這個東西 而且這是好像你如果對於科幻很熟悉的話 才會知道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在現在我們開始研發人工智慧 或者是機器人之後有越來越重要的感覺 找到他的規則是已經不可逃避的一件事情 那艾希莫夫他自己呢 除了說去鑽研這三大法則之外呢 我覺得他更專注的點是在 找到這三大法則之間的矛盾點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三大定律勢必有他的問題存在 在他的眾多小說當中呢 其實就多次的去修改或者是補充這三大定律的內容 像是其實這三大定律以外呢 還有一個地靈定律 那這地靈定律呢 又有分好幾個版本 艾希莫夫的其中一本小說叫《機器人與帝國》 就有提到說 機器人不僅必須為了人類個人的利益行事 而且必須以全人類的利益為重 這個法則也太複雜了吧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比起個人就是一個人類命令與做事 機器人要去想的點應該是 怎麼樣去做會對全人類更好 而不是只對一個人類好 可是對全人類最好的這件事情 好難定義喔 在《機器人與帝國》這個故事裡面的結尾呢 機器人就做不出選擇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做 才是對全人類比較好的選擇 連人類都不知道 對於全人類最好的選擇是什麼 對啊 但艾希莫夫可能認為 機器人有著比人類更好的智慧 所以可以去做出很多選擇 那另外一個版本呢 其實比較像是補充第一法則 第一法則就是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嘛 對 那他補充的點是 機器人呢 也不能因為他的不作為 而讓人類受到傷害 機器不能因為他的不作為 然後讓人類受到傷害 我舉個例來講 像自有梅根這部電影裡面 不是有一幕是小男孩被自有梅根逼到了路邊 然後被車撞嗎 這個自有梅根如果有學會機器人的法則 他就應該要在他又預測到小男孩會被撞之前 就把小男孩救走 但是他沒有 所以他就是不作為導致那個男孩受傷 哦 人眼旁觀的意思 對 換一個角度來看三大定律的話 其實在這三大定律中呢 有非常多的詞都很模糊 像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 到底怎麼樣才是人類這件事情 艾希莫夫的故事裡面也有講到說 有一個人類呢 他發明了一個機器人 他也是給這個機器人三大法則 但是他怎麼去定義人類 假如今天講英文的人呢 都有亞洲腔 那這樣就稱之為人類 那一則故事裡面 我們就看到這個機器人 殺害了非常多 不會講亞洲腔英文的人類 為什麼是這個定義啊 這是什麼諷刺小說嗎 對對對 艾希莫夫他就是想要讓你看到 在這個三大定律裡面 如果你沒有定義清楚 或這三大定義裡面 到底有哪些地方有問題 那是不是我們從這裡就看出 第一點是有問題的 因為裡面的主角 他定義錯了人類的定義 那除了艾希莫夫的小說以外呢 在好萊塢的電影當中 也有很多是提到了 艾希莫夫的這三大定義 到底哪裡有問題的 那最有名的例子 不外物就是艾若巴 機械公敵 那機械公敵呢 最主要的故事線就是在講說 裡面的機器人呢 有一天開始革命 那革命的理由呢 是因為他們曲解掉了 機器人三大法則 他們認為說 人類跟人類彼此之間 會不斷地產生打仗啊 戰爭這些事情 那就是因為這些事情 才會導致人類被消滅 所以他們只要阻止人類打仗 那他們就可以阻止人類滅亡 所以他們就決定把人類關起來 就不會打仗 就不會滅亡 很合理啊 蠻合理的啊 那也是機械人的一份子 所以就有機械公敵這部片 產生 或者是最近上映的 自有梅根也是 自有梅根 他從頭到尾就是被下達一個命令 保護好他的子女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 自有梅根到後面失控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從頭到尾他就只是在執行 他的命令而已 他沒有失控 他就在掌控之內 對他一切就在掌控之內 是人類下達的命令不夠明確 假如說你現在在外面 然後你命令你的機器人 回家幫你去拿一件外套 這時候這個機器人呢 他當然會找最快的路線 回到家幫你拿外套嘛 所以他會怎麼做 他會直接橫衝直撞 直直的衝回去 那直直的衝回去 一定會撞到人家家嘛 那這時候你就會想說 啊這樣子不行 那要趕快停止他 那假如他身上有個按鈕 你要去停止他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會阻止你去停止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目的是 他要回去拿外套 他不能沒去達成他的目的 所以這時候就會跟你抵抗 為了去執行他的目的 拿外套這件事情 哦 所以話不能亂說 應該說你要怎麼樣 去說一個很明確的指令 很難欸 或者是像最近一個很紅的ChatGPT 這ChatGPT 也是有類似的概念 假如你今天要查一個資料 他會給你很明確的所有資訊 但是呢 你在搜尋欄裡面 在搜尋內容的時候 你不需要打得夠明確 你打得越仔細 他出來的東西會越準確 所以跟人工智慧機器人 是有點相似的概念 你知道其實我有去跟他聊天 嗯 然後我就問了他一些事情 嗯 然後他就一直出現重複的回答 我好像是問他 他說什麼 你有感情嗎 他就回答說 我只是一個輔助型的AI機器人 我不會有感情這種東西 所以你的這件事情 讓我很困惑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是困惑不是一種感情嗎 他就說什麼 我只是在模仿人類講的話 哈哈哈哈 他就告訴你不要再問下去了 哈哈哈哈 你已經很煩了 哈哈 這不是我要回答的問題嗎 我怕再問下去我會被殺掉 哈哈 這個東西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輔助型的機器人 那既然三大定律有那麼多問題的話 那到底有沒有一個更好的規則 因為三大機器人定律 已經距離現在也有一段時間了 對不對 那其實是有的 這叫做機器人四大法則 那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呢 在美國布魯克林學院的一個法律學院 裡面有一個叫做帕斯奎爾教授 他提出了四大定律 然後他主要是希望可以藉由這四大定律呢 去完整整個愛心莫夫的三大定律 或者說補足他裡面的不足 第一點就是說 機器人呢 應該要當作輔助人類的專業工作 而不是取代他 那第二點呢 就是機器人呢 不應該試圖模擬 或者介入真實的人生 那第三點呢 是人類呢 不應該給予機器人展現暴力的機會 最後一點呢 就是機器人的發明者 必須標示出他的創造者 發明者 還有擁有者是誰 從這四點裡面呢 像是第一點說輔助人類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嘛 輔助人類為主要 而不是取代人類 這點其實我們在上禮拜的駭客任務的時候 也有講到 當時的人類呢 因為發明出了人工智慧 然後開始讓人工智慧去做一些勞動力的工作 但是在這四大法則裡面呢 他們認為說 這不應該發生 他們認為說機器人只能輔助人類去做這些工作 就有點像是我們現在在使用手機 我們總不會讓手機去幫我們上課或上班 但是他們會輔助我們 讓我們的上班或上課更加的方便順利 而這四大定律呢 跟前面愛希莫夫的三大法則 最大的差別呢 就是愛希莫夫的三大法則一直在探討的一個問題是 人類跟機器人 機器人應該是偏向於人類 但是在這個四大定律裡面 教授是認為機器人只是一種技術的進步而已 他也算是科技的一部分 所以更多的時候應該是輔助我們 而不是去取代我們 那這也是這個教授想要闡述的最主要的概念 可是這有一個問題啊 人類有一天會沒辦法控制人工智慧吧 就像你在自由梅根的Podcast裡面講的 梅根他也有跟那個阿姨說 你其實並不知道你在發明什麼 這一切都是我自己學的 所以這不就代表說 人類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沒辦法去控制人工智慧嗎 我覺得如果要滿足教授所說的這個四大定律的話 那在一開始我們在發明這些人工智慧機器人的時候 就不能像是自由梅根這麼的完美無缺 而是一開始他就有一些本質上的缺陷 所以這四大法則在說的就是 我們不要發明人工智慧嗎 其實並不是 而是希望我們以科技的角度去看待它 那它被發明出來就是為了輔助人類的某一方面而已 我是覺得聽起來有點像是在 規避問題 你知道嗎 問題在那邊 但是我們就是繞過它 不要靠近它 對啊對啊 這我覺得聽起來是沒有問題啊 我認為當大家知道 在那一塊人類還沒辦法 有智慧的去處理它的話就只能先勞過它 我的想法是既然這些機器人是已經比人類更高等的存在了 那是不是也應該要有機器人的憲法來規範它們 為什麼一定要三條或四條 為什麼不是一百條 為什麼不是一千條 可是不斷的去補充這些規定 就像是我舉個例子來講 雖然這個例子可能不太好 就是特斯拉的自動駕駛 特斯拉自動駕駛 它開始的時候一定沒有特別好 一定很多出塞的地方 但是就是因為不斷的出問題 不斷的改善改善改善 直到有一天這些問題才會被完美的解決 那這也是工程師平常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研發出一個產品之後 你就是不斷的去完善它 測試它去挑戰它 然後去看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把那個問題給fix 那我覺得機器人不是應該也用一樣的概念嗎 不一定要有三條四條 你可以不斷的去fix它 然後最後就有一套法律是for機器人的 甚至說這套法律可以由人類跟機器人共同制定 因為機器人它所想到的東西 可能比人類更加完善 你有想過神也是這樣看人類嗎 他本來寫了十戒 本來發現說十戒好像不太夠了 就人類真的很壞 所以才有了那麼厚厚一本聖經 憲法啊六法全書啊什麼的 各種宗教的 有十幾個宗教都規範不了 對 產生一些邪教好了 他說亞洲人怎麼這樣 你們全部給我信佛教 歐美人怎麼這樣給我信基督教 對 這個意思嗎 然後放入一些科學 然後你也不信科學 做了科學還可以做出一個機器人 讓他來幫助你犯法 廢話的fuck 神造人 然後人再造人 對沒錯 這以上就是有關於今天要講的機器人三大定律 以及四大法則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的話 或者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